一天,一个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在海边散步 这天的风特别的大,刮起了海上的巨浪 老和尚问小和尚 孩子,这个海让你想起了什么? 小和尚回答说 师父,海浪让我想起了我头脑里那些永不停歇的想法 老和尚回答说 是的 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大脑就像是水 它原先是静止的 但是风创造了浪花 同样的,我们人类的欲望,恐惧 害怕,创造了我们头脑里无休止的海浪 侠舍说 在这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停着一艘小船 你愿意在那小船上吗? 小和尚说 师父,我当然不愿意啊 老和尚回答说 是的 但你知道吗,其实大多数的人都在那样波涛汹涌的海浪里 在那艘小船上 这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 很多很多人都被他们头脑中无休止的想法困扰着 那你知道怎么样让这片海归于平静吗? 小和尚摇了摇头 老和尚笑着回答说 我们知道 海浪是由风引起的 所以要让海恢复平静 我们就要控制风 你的欲望 你的恐惧就像是风 你需要让它们平静下来 你需要学会控制它们 你需要学会去控制自己的注意力 自己的行动 小和尚问老和尚 师父 那么如果我可以控制我脑海里的想法 让自己变得平静 那么我是不是也能够让世界变得平静呢? 老和尚回答说 孩子 当你学会冥想 当你学会自控力 当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想法时 让它变得更加平静 平和 这就意味着 你会有更多的能力 控制你的生活 但是不要把注意力放在 改变你周围的世界上 你要把注意力放在 改变 改进 你自己的 内在世界 当你有能力控制你的内在 那么 你就可以有能力 用你的能量 去改变 去影响 你的外在世界 事实上 我们的心性 并不是不安的 是我们的思想 在我们的内心 造成了不安 内心的不安 在我们的脑海中 制造出各种欲望 恐惧 贪婪 和嫉妒的浪潮 这让我们的心 更加不安 而这一切的根源 是思想 我们的思想 创造了各种欲望 和情绪 正如 风 很难被控制一样 我们的思想 也很难控制 科学家说 人的大脑一天 会有 六万多个想法 这些想法 会进一步 分成三大类 积极的想法 消极的想法 和没用的想法 大多数人 一定听说过 正念和复念 但可能 很少数的人 听说过 无用的想法 但令人惊讶的是 我们脑海中浮现的 大多数想法 都是没用的 而且 大多数没用的想法 在一段时间后 都会转化为 消极的想法 例如 你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了一个明星 离婚的新闻 过了一会儿 你会开始把那个消息 和自己联系在一起 开始会想 如果你的伴侣 也离开你了 你该怎么办 你和你的伴侣之间 是不是也有明星 他们那样的问题 假如 新闻中的男女 是因为外遇分手的 你又会开始想 你的另一半 会不会有外遇了 你开始疑神疑鬼 开始 去怀疑 一个想法 引发了另一个 另一个想法 又引发了更多的想法 以此类推 就这样 你的心变得焦躁不安 你的血压不断升高 你觉得自己 有必要去看看医生了 那么 他们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就只是一个消息 你脑子里冒出的 一个没有用的念头 当你把自己 和他关联一段时间之后 那个没有用的念头 就变成了一个 丑陋的想法 你的思想 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试着让自己有意识地 关注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想法 那么 你就可以很容易地 忽略那些 在你脑海中出现的 没用的想法 学会控制你的思想 保持内心的平静 生活也会变得 容易 平顺很多 欢迎在视频下方 留言告诉我 最近给你印象 最深刻的一个新闻 是什么呢 你的无用想法 又是什么呢 希望你喜欢 今天的小故事 如果你还没有 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击 那个大拇指 和小铃铛哟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